大家早上好 安奈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今天看的是真言28章 真言的28章分段 我今天教它分为 比较特别一点的 就是第一节是一段 二到十一节是一段 十二节是一段 十三到二十七节是一段 然后二十八节是一段 为什么会这样分呢 就是为什么单独吧 第一节是二节 二十八节分为一段 因为这三节都是一个对比 就是恶人和义人 比如第一节 讲完恶人和义人之后 跟十二节是一个对称 就好像讲回 第一节的一个延伸一样 十二节又是提到恶人义人 十三到二十七 又是一个内容一样 然后二十八节又讲到恶人和义人 所以后面的十二节跟二十八节 就好像加住中间 十三到二十七节一样 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结构 总的来讲 其实这一章的圣经 就是讲到恶人对比义人 恶人和义人之间的那个分别是什么 当然它这样陈述的时候 其实也是将一个选择放在人的面前 究竟我们要做一个恶人呢 还是做一个义人呢 那恶人和义人的结局是什么呢 那恶人和义人所走的道路 所带来的结局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 所以箴言是一个智慧书 让我们去走我们人生的道路 其实人生就是有无数的选择 来铺排而成的 我们选择哪一条路 我们做什么样的抉择 就塑造了我们整个的人生 那义人的道路和乌人的道路 究竟分别在哪里呢 当然我们在耳一听的时候 就好像觉得 当然是选择义人的路啦 但是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 这么容易呢 我想人生 最大的一个困惑是什么呢 就好像保罗所讲的 我心中所愿的 我确实醒不出来 就是我们里面有另外一个 好像一个邪恶的律法一样 引诱我们 让我们走一个不属神的道路 所以这个箴言放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今天都要抚心自问 究竟我们所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我们所追求的 究竟是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的心思很诡诈 我们的心思会欺骗我们自己的 我们明明走的是一条 不怎么样好 或者是不是很合神心意的道路 但是我们会自欺欺人哦 我们会骗自己哦 不是很好啊 甚至我们会跟自己说 不是啊 已经好过很多人了 比如好够谁谁谁 好够谁谁谁 OK啦 这些的声音 其实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 究竟欺人和恶人的道路是怎样的呢 这就是今天这一章 我想圣经的作者很想让我们去思想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 恶人虽无人追赶 也逃跑 一人却胆壮像狮子 一开始就是将恶人和义人 做一个对比 他说恶人是怎样呢 没有人追赶都逃跑 这就是恶人的情况 那一人呢 一人却胆壮像狮子 这两个图画 是非常的明显的一个对比 恶人没有人追赶 他都会逃跑 一人好像狮子一样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无所畏惧 因为在以色列的旷野里面 狮子 就是最勇猛的动物 而且狮子是群居的 狮子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整个狮群在一起 一起生活 所以没有什么其他的动物 敢挑战他们 你想想 你要对付一只狮子 已经很困难 他们一群一起生活 其他的动物 是不会平白不顾去挑战狮子的 特别是狮子群 你这是至少麻烦 所以他是完全没有惧怕的 这就是义人 义人就好像胆壮如狮子一样 也就是说 义人其实是聚集在一起的 他是一无所聚的 其实也讲到 他们心里面是有平安 但是恶人呢 没有人追赶也都逃跑 没有人追赶都逃跑的 那个逃跑 什么时候会逃跑呢 其实就是你害怕的时候 失败的时候 被人追的时候 既然是逃跑的时候 应该就是打不赢的时候 所以其实 这个就告诉我们 恶人的心里面是没有平安的 义人的心中是有平安的 义人的平安就好像狮子一样 不但自己心中有那个稳定 再加上身边很多的人支持你 是一个的群体 一个的这样的状况之下 所以心中有平安 和恶人是刚刚相反的 恶人很多时候 就是到最后 走到最后你会发现 他是孤单一人的 因为恶人 为什么会孤单呢 因为他都信不过人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身边没有人帮他 他谁都防备 谁都防备 防到最后没有真心的朋友 没有相助他的人 全部都是利益关系 到他一失败的时候 其实没有人可以帮助他 他就孤单 他就逃跑 心中是没有平安的 这就是恶人和义人的分别 然后我们看二到十一节 二到十一节其实就是第一节的森严 当我们知道恶人和义人的分别之后 那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二和十一节是一个很特别的平衡 我们先读了这个内容 先第二节开始 邦国应有罪过 君王就多更换 应有聪明知识的人 国必常存 穷人欺压平民 好像暴雨冲没粮食 为期律法的 夸奖恶人 遵守律法的 却与恶人相争 坏人不明白公义 唯有寻求耶和华的 无不明白 行为纯正的穷法人 胜过刑事乖僻的 富主人 谨守律法的 是智慧智子的 于他 使人作伴的 却羞辱其父 人以厚利增加财物 是给那 怜悯穷乏人者 基础的 专而不听律法的 他的祈祷 也可为正 诱惑正子 人行恶道的 必掉在自己的坑里 唯有 完全人必承受福分 富主人 自以为有智慧 但聪明的贫穷人 能将他查透 二到十一节 我们发现 当中有很多的平衡的 比如第二节 和第七节 是一个平衡 三和九是一个平衡 四和十是一个平衡 五和十是一个平衡 所以我们今天 就来这样来看 我们将二节和七节来看 第二节 邦国因有罪过 君王就多更换 应有聪明知识的人 国必长存 第七节 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职 与他使人作伴的 却羞辱其父 所以第二节 所讲的是什么呢 如果一个国家 当中有一人 这个国家就长存 第七节又讲什么呢 其实人生里面 或者是一个家庭里面 因为他提到父子 如果一个国家里面 有艺人 一个家里面都要有艺人 就是说 艺人是让家国稳定 艺人让家国兴起 如果一个国家里面 不是艺人当道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没有 就没有未来了 家里面 如果不是艺人当道的时候 这个家也会败落 所以原来这个就是真言告诉我们 所以第二节说 邦国因为有罪过君王 就多更换 如果一个国家里面 这个罪 是有的 是有罪的 那这个国王就不能 就不能做长久 就会不断的更换 当然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 我们看南北国的王朝里面 我们就知道 行以后话言正看为恶的事 这个北国比南国 恶事多很多 我们就会发现 北国以色列的君王 更替是真的很快 最短的只做了一天 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 四军 就是杀全朝 前朝的君王的罪在里面 所以这个流血的罪 一直在里面的时候 这些君王 真的是不停的更换更换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 有聪明知识的人 国就长存 这里所讲的聪明知识 所讲的是 对神的知识和认识 所以在神的国里面 如果有认识神的人多 认识神的人为主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会长存 这个国家就稳固 其实真的是 认识神的人是国家 稳健的一个基础来的 你看见整个历史就会知道 因为圣经里面的真理 教导之下 人是会向上帝来负责 人会是做守法的事情 当一个国家里面的国民 以守法为主的话 这个国家当然就会长久了 而且你看圣经教导的 真理上面的时候 我们要顺服掌权的 我们要以我们所有的为满足 这些全部都是美好的品格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数字 普遍都是这样的话 有一个这样的数字 在里面的时候 这个国家一定会长存 这个国家一定很稳固 很稳定的 所以其实这个真理 是国家稳定的一个 一个稳定的因素 所以当一个国家 有这样认识神的 聪明知识的人多的时候 国就长存 家也是一样 所以第七节说 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 一旦是人作伴的 却羞辱其父 所以人生的态度又是怎样呢 如果我们是智慧之子的话 我们就要谨守律法 谨守律法当然就是因为 认识神的律法 所以你没有看见 第二节和第七节的 那个平衡 第二节讲到 聪明知识 就是对神的认识 第七节讲到 谨守律法 就是我们要守住 神的律法 你不认识 怎么能守得住呢 所以同样的 我们能够认识神 守住神 给我们的律法 给我们做人的指标的话 这就是智慧之子 如果家里面 有智慧之子的时候 这个家就建立 国里面 国里面有认识 神的人多国就长存 所以国和家 都是在这一些的智慧之上 来建立的 如果在家里面 你的儿子 是常常和这些贪食人 作伴的 却羞辱其父 就是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 不要和那些贪食的人 作伴 什么叫贪食的人呢 当然不是 不是简单的贪食的人 和这些贪食的人 做酒肉朋友 就是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儿女 要怎样去结交朋友 要结交的是那些智慧之子 要结交的不是那些酒肉朋友 酒肉朋友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所以其实讲的是价值观的问题 如果我们是一个谨守律法的 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是以神为优先的 这就是智慧之子 但如果我们是以 饮食人作伴的 其实这些饮食人就是世界之子 饮食人追求的 他的价值观是以享乐优先的 究竟我们是神优先 还是享乐优先呢 其实就是先神后人在大地 这一个核心价值 有没有在我们的里面 如果我们是一个神优先的 那我们就是智慧之子 如果我们是享乐优先的话 其实到最后会羞辱父亲 因为一个享乐优先的孩子 会让父母担心 你想想就知道 如果你见到你的儿子 一天到晚都没什么事做 只是知道吃喝玩乐 每天都只想着满足自己 你给他多少都不够 你今天给他买个什么东东 他明天就跟你说 又有另外一个牌子更好 你今天就算买了什么给他都好 他明天就告诉你有更好的 一直都追逐一个更大的 物质上的享受 满足 这怎么会不带来父母的担忧 跟羞辱呢 就是你怎样都不够 所以国家要长久要被建立的时候 其实是要走在神的真知识里面 这就是二节和七节的相对 我们看下一组 三节和八节 穷人欺压平民 好像暴雨冲没粮食 第八节 人以厚利加增财物 是给他怜悯 穷人者积蓄的 首先第三节说 穷人欺压平民 好像暴雨冲没粮食 如果一个国家里面 穷人都欺压平民 就是说 大家都已经是穷人了 但是既然穷人都欺压穷人 就是这个国家已经去到一个地步 就是我们看我们身边的这个社会 通常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去欺压人 然后你发现那些 比较草根平民的下面的人 就会好很多 就会互相帮助 所以中国人都有一句话叫做 就是这些市井下面的基层的人 其实是比较有良心的 他们会去相互相帮忙 因为大家都缺乏 也不会仗势欺人 因为根本就没什么权势 但是如果去到一个地步 穷人都欺压平民 就是连穷人都是恶人 这个国家应该是没有什么好人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就说好像暴雨冲没粮食 就是栽上加栽 就是栽烂来的 暴雨冲没粮食 就是栽烂临到 所以如果连穷人都欺压穷人 没有人互相帮忙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国家就是充满栽烂 同样的 人以后利加增财物 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 如果那个人不断的 以后利加增财物 什么叫以后利加增财物呢 就是放高利贷 九出十三规 所以你没有看见 那个相对 穷人欺压穷人 和这个后利增加财物的时候 都是一样 就是不正当的手段 用神不许业的方式 就是如果一个国家里面 是以欺压为主的话 这个国家里面充满栽烂 如果一个家庭 在一个人的人生里面 他不断以后利加增财物的话 其实他加增来加增去 到最后 是给那些怜悯穷人 者所积蓄的 就是神要让这个财富转移 他要用这样的手段 一味的贪图后利 这样去加增自己的财物的话 其实到最后 神要让他 所得来的这些财物 是归于别人 归于那些 能够怜悯人的 那些行神公义的人 我们再看 五节到九节 这一对 坏人不明白公义 唯有寻求耶和华的 我不明白 专耳不听律法的 他的乞讨 也为可证 所以将五字九节 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很清楚明白 如果一个国家里面 坏人不明白公义 唯有寻求耶和华的 我不明白 就是什么人是聪明的人呢 只有寻求耶和华的人 他才知道什么是公义 为什么呢 公义不是在人的手上 公义在神的手上 所以只有寻求神的 认识神的人 他才知道什么是公义 因为他才能够 站在神的眼光里面来看 人的公义 在地上 是相对的 是有限的 甚至有权有势的人 很容易就扭曲公义 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 就不一样 真正的公义 是在天上 但是专耳不听律法的 他的祈祷 也为可证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明白公义的话 你就要明白律法 但是如果你不听律法的 你不听神的话的 你不守住神的真理的话 你的乞讨也是可证的 神根本就不会听 所以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公义的话 你要守律法 你要听神 因为那个才是绝对的标准 否则人的标准 不是绝对的 比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民族 就组成一个国家 在这些众多的民族里面 有一些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哦 比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有汉人为主 但是我们也有蒙古族的 但是我们中国 过节的时候会过这个中秋节 中秋节就很开心 吃月饼庆祝 我以前就有一个朋友 他就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庆祝中秋节 我说中秋节 庆祝很正常啊 吃月饼很开心的吗 他说 吃月饼是来来做什么的 月饼 我一想的时候我就知道出事了 为什么呢 中国人吃月饼来庆祝中秋节 就是因为他们在月饼里面 就放一些纸条 然后大家吃月饼之后 就一起来起义 就推翻蒙古 但是问题就是 问这个问题的人 他是蒙古族 所以他就说 庆祝我们被推翻 庆祝我们被屠杀 你觉得很好吗 我们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吗 我们不是同一班人吗 为什么突然之间 去到中秋节的时候 你们庆祝 你们杀我们 你们将我们推出去关外 这个问题 那时候真的是不懂得怎么回答 所以你从这一个故事 这个例子来看的时候 什么是公义呢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呢 看在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 如果你站在蒙古族的角度来看 你为什么要将我推出去 你为什么要杀我 你为什么要背叛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就是我们得解放 我们得自由 所以问题就是 世上的公平和公义 是谁定呢 这个公平和公义 是不是真的绝对呢 什么是标准呢 其实很难有一个真正的标准 唯有寻求神 在神的里面 才有真正的标准 所以这就是这两节放在一起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要抓紧神的律法 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公义 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 我们才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公义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核心 我们再看 第六节 第十节 他说 行为纯正的穷法人 胜过形式怪僻的富足人 诱惑政治人行恶道的 必掉在自己的坑里 唯有完全人存 必存受福分 看十一节 富足人必自以为有智慧 但聪明人 聪明的贫穷人 能将他查透 行为纯正的贫穷人 胜过形式怪僻的富足人 所以在一个国家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行为是怎样 如果就算是一个贫穷人 他走的路 他的品格是端正的 都胜过那些形式怪僻的富足人 所以在一个国家里面 如果这个国家是长存的话 行式政治的人要得到奖赏 行式怪僻的人 要得到那一个审判 这个国家就可以存权 这个国家就可以长久 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制度要公平 不可以惩罚穷人 奖赏富人 个人要按照自己的行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不能偏袒富人 这样的情况之下 国家才可以长久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我们走到今天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法是多么重要 但是很多国家最大的问题 就是有法不一 其实以前我们中国 也是这样 有法不一 所以你会发现 近代的领导人 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 就是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能走上 依法治国的路 国是不能长存 不能长久 这就是那个根本 所以 穷人啊 富人都好 都要有存全的行为 总之就是品格 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你看见 10节和11节 都是好像回应一样 他说 诱惑政治人 行恶到得必掉在自己的坑里 唯有安全的必承受福分 富足人自已唯有智慧 但聪明的贫穷人 能将他插透 所以我们要追求的 是行为的正直 因为如果我们不是行政道 我们行恶到的话 迟早会跌在坑里 只有完全人能够存受福分 所以你看见在国家里面 那个存全的行为是很重要 在人生里面也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整个 二到十二节是一个段落呢 如果你站在个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要追求的正路 正道认识神 你站在国家的立场里面来看 也是一样 因为国家其实就是由人民组成 如果我们的人生里面 我们所追求的是智慧 是公平 是法度 是以神为标准的话 让我们的家就会正 我们的家站得稳 站得正的时候 我们的国家也就长久 国和家其实是分不开的 这就是那个问题 其实告诉我们 我们要追求这种真的智慧 我们看 十二节 一人得志 有大荣耀 恶人兴起人就躲藏 还有一人和恶人之间 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一人得志的时候 有大荣耀 就是属神的人兴起 那个荣耀就是大的 但是恶人兴起 人就躲藏 分别在哪里呢 什么叫做 有大荣耀 什么叫做人就躲藏呢 那个分别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恶人兴起的时候 人就躲藏 这个恶人他看起来很顺利 他兴起 他兴起 他掌权的时候 其实他身边的人 其实全部都躲起来了 没有人和他一起 去分享他的喜乐 是孤单的 他是没有同伴的 当他兴起的时候 只是他一个人兴起 所以那个喜乐和满足是有限的 其他的人都会躲藏 都会避开他 但是一人的兴起就不同了 大有荣耀 就是你看看那个图画 就是一个一人兴起的时候 个个都来到他的面前 恭喜他和他一起 分享他的快乐 所以这个荣耀是大的 因为是共享 但是恶人兴起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 他一个人独霸所有的东西 就算他兴起都好 其他人都躲藏 他都是孤单的 都是孤家寡人 这个也很有趣 就是你看看秦始皇很厉害 但是秦始皇怎么称呼自己呢 寡人 就是很孤寡的 就是没有朋友 怎么会有朋友呢 就是他太厉害了 一人和恶人的路是不同的 我们看十三节 到二十七节 二十八节又是 恶人兴起 人就躲藏 恶人败亡 一人争多 所以你看二十八节和十二节 是相对应的 大家都提起来 一人兴起 十二节说 一人得志 二十八节就说 恶人兴起 人就躲藏 恶人败亡 一人争多 二十八节是 恶人在前面 当时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 一人要兴起 当一人兴起的时候 就大有荣耀 但是当恶人兴起的时候 人就躲藏 但是当恶人败亡的时候 一人就争多 所以是一个首尾呼应 今天就夹着十三至二十七节 所以我们来看 遮掩十三节 遮掩自己罪过的 必不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 必蒙怜悯 一人和恶人的分别是在哪里呢 一人是承认离弃罪过的 恶人是遮掩自己罪过的 就是一个认罪 一个不认罪 恶人为什么是恶人呢 就是他明明是做了坏事 但是他不认 所以是恶人 所以他是不悔改的人 不认识神的人 这就是恶人 恶人就会掩盖自己的罪过 但是这样是不会恨通的 因为你不面对自己 你不修正自己 一个不会修正自己的人 就是一直戳下去 戳到底的时候 其实你会触碰到什么呢 你会触碰到神 但是恶人就不同 恶人是会承认离弃罪过 到最后 其实也会触碰到神 但是当这两条路 都触碰到神的时候 那分别就很大 因为你不断地掩饰自己的过错 遮掩自己的过错的时候 到最后你触碰到神的时候 神是不可以 给你这样欺瞻啊 蒙篇过关 所以到最后 你行恶的触碰到神的时候 你触碰到的是神的审判 但是恶人呢 你不断地承认自己的过错 到最后你触碰到神的时候 你触碰到的是神的怜悯的那一面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分别 还有就是遮掩自己 罪过的必不亨通 这个我们其实很有经验 我们常常都会明白 我们也会讲 当你讲了一个谎话之后 你要谎言盖谎言 可能之后要十个谎言 才能盖得过去 到最后盖不过去的时候 就会穿帮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 因为你一个谎言 盖一个的时候 总有一天会穿帮 当一个谎言 盖过一个谎言的时候 到最后是连自己 都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反而自己会暴露出来 长存敬畏的 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 必现在或换你 所以其实反过来 我们要追求敬畏的心 当我们心里面有敬畏 当然这个敬畏的对象是神 我们就有福 行存刚硬的 就是对着神 硬的 刚硬的 不肯悔改的 不肯认错的 我们就必现在祸患里面 第十五节 暴略的君王 狭自平民 好像吼叫的狮子 历史的雄 无知的君 多行暴略 以贪财为可 恨得必连长日久 君王 狭自平民 就好像吼叫的狮子 历史的雄 如果我们做君王的话 我们要有一份温柔在里面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越有权柄的 我们就越要温柔 我们越有权柄的人 我们就越不可以 心情暴露 因为这样的话 就好像吼叫的狮子 历史的雄一样 我们的心情暴露的时候 我们会挟制人 当我们挟制人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个好的权柄 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 如果神真的提升我们 让我们有权柄 无论你是工作上面的权柄 属灵上面的权柄 其实神越抬举我们 我们的权柄 越加征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 越要柔和谦卑 这个才是蒙福的神所喜悦的 所以他说 无知的君就多行暴略 以贪财为可恨的 必连长日久 还有就是做权柄的 我们除了这个脾气要收敛 要控制我们的脾气之外 还有就是 不要贪财 就是我们权柄越大 我们就越要突破 名利的这一关 特别是钱财这一关 这样才能够连长日久 如果我们有权柄 我们又很贪心 又很贪财 就很危险 简单来说 就是当我们手上有权柄 当我们又贪财的时候 那为什么会危险呢 我们很容易落在一个陷阱里面 或者一个引诱里面 就很容易贪污 因为以前谋尸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贪官 就是因为他手中有权柄 但是他心中又贪财 所以这个是危险的 但是如果我们手里面 有权柄 我们不贪财 我们不贪这些不义之财 必定连长日久 所以以前做官的 我们都说 中国人的老祖宗教导的 就是连结 青年的好官 就会连长日久 我们看17到18节 是一段背负留学人之罪的 必往坑里奔跑 谁也不可拦住他 行动正直的必猛拯救 形式弯曲的历史跌倒 这两节背后 其实是有神 所以这两节就成立 留人之邪的 往坑里奔跑 谁也拦不住他 因为神会为留学的人 被留学的人伸冤 神一定会伸留学之冤 所以当你背负这个 留人之邪的罪的时候 你等于是自己帮自己 画一个坑跳进去 因为你一定过不了神 而且当你这样 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拦住得了 这个报应一定会领到你的身上 行动正直的 反而你会蒙拯救 形式歪曲的历史跌倒 因为神伸冤 神说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这两节的背后 我们要知道有神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 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知道有神的话 你的形式为人的准则 各方面一定会不一样 问题就是 你是不是真的知道有神 知道有神就是 你没有真的将神当成神 有些人知道有神 但是他不当一回事 这不是真正的知道有神 真正知道有神的 就是以神为神 我们知道神的属性 我们知道神的脾性 我们知道神是活着的 神是会审判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所作所行的必然不同 我们再看十九到二十七节 跟踪自己田地的必得宝石 追随虚佛的 足受穷罚 成事人必多得福 想要急速发财的 不免受罚 看人的情面哪为不好 人因一块饼 网罚的也为不好 所以你看见 将十九到二十一节 一起来看的时候就是 我们每个人要脚踏实地 我们跟踪自己的田地的 就必得宝石 追求这些 虚佛的足受穷罚 就是我们不要追求那些 人家坏块饼 那些虚无的东西 我们要脚踏实地 勤勤力力 跟一种自己所有的田地 付出就有收获 所以其实当有人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怎样怎样 就可以赚到钱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想 我们的付出和我们的收获 是不是成正比 如果我们的付出和我们的收获 不成正比的 这些都是虚佛的东西 圣经告诉我们 不要去追随这些 我们要脚踏实地 行事为人 要实际 诚实的人才会得福 想要急速发财的 其实圣经就是说 其实圣经就是说 财不如急门 那些急功近利啊 你觉得想要赚快钱的 那些不可以长久 不单止不可以长久 甚至不免受罚 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 对钱财的态度 就是说 我们要实际脚踏实地 不要虚佛 还有就是我们做人 不要看人的情面 不要因为一块饼 网法 就是我们要追求 真正的公平公义 不要以权势来看一个人 哇 这个人我要给他面子 于是我就偏袒他 当你越有权柄的时候 就越不应该这样做 否则的话 就会带来灾难 而十二姐 人有恶眼 想要急速发财 却不知道 穷乏必领到他身 所以这和前面一样 我们不要想急速发财 因为想急速发财的 其实穷乏必会领到他身 就是那些东西 快来就快去 我们有一句话 就说冤枉来就温于去 就是你持守不住 所以这样子是没有意思 我们再看二十三 二十七节 这几节都是同一个的归类 这辈人的后来蒙人喜悦 多于那用舌头浅媚人的 偷窃父母的说 这不是这 此人就是一强盗同类 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 依靠以后花的必得风雨 心中置世的便是愚昧人 凭智慧行私的 必蒙拯救 周济贫穷的不自缺乏 养威不见的必多受咒诅 所以二十三节说 责败人的后来蒙人的喜悦 就是这九见人心 当你去责败人 去提点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被责败被提点的时候 当时他觉得难受 很想和你绝交 很想不理你 但是后来某人喜悦 当他回过头来 发现你提他的东西是 对的 他会回过头来感谢你 所以就是说 那个相反就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通常就是反过来 讲人家喜欢听的话 就觉得我们是好朋友啊 最重要是讲一些 他喜欢听的话 所以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喝咖啡 聊是非 讲人变得长 变得短 讲一些大家都喜欢听的 比如你觉得 对方喜欢听什么 你就讲什么 这不是一个长久的关系 反而就是我们要 凭良心去责备 建立别人 如果你真的真心带一个人 你看见他 走的路是歪了 你要提醒他 有不对的地方 你要提点他 当时他可能会觉得反弹 但是日后他必定会喜悦你 回来感谢你 多过那些用舌头前面人的 就是前面人的意思 就是讨他喜悦 就是讲他喜欢听的话 所以如果你是面对朋友 都是全部都是讲的 是讨你欢心的 你很喜欢听的 没有一些真心的话 给你听的话 其实那些不是真正的好朋友 偷窃父母的 如果我们说偷窃父母 但自己说这个不是罪 其实这个和强盗是同类 那个贪心去到一个地步 自己自圆其说 就是连父母都不放过 就是你连父母的钱 你都可以偷的话 那外面的人你就更加了 所以这个是贪婪 这不是神所要的 二十六节回应 心中自私的便是愚昧人 凭智慧行事的闭蒙拯救 如果我们心中自私 什么叫心中自私呢 就是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 你都觉得是对的 我都有的 其实我们很容易 很容易就是自己找借口啊 自己解释啊 我师母撞得我最厉害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有很多理由 很多解释 很多辩驳 当他提醒我的时候 我就会解释 我就给理由 为什么我们要给理由出来呢 其实就是心中自私 你觉得自己是对的 我觉得没有错啊 然后有可能脖嘴啊 辩论啊 提醒你 你接纳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找一些理由啊 当你找一些理由的时候 就是表示你没有接受别人的提点 你就让别人的提点丢进垃圾桶 你觉得人家 自己讲的才是对的 这是没有智慧的 其实凭智慧行事的闭蒙拯救 就是听了先 先不要顶嘴 先听了先 自己反复失良 如果真的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 那就改啊 这样的时候 你就蒙拯救 你就蒙神的喜悦 这才是真正 神给我们蒙福的一个生命 还有就是 我们要周期贫穷的呢 有爱心 我们就不至于缺乏 其实你越付出 你就越拥有 神给你的 神看见你乐意付出 乐意帮助别人 神必定给你更多 所以这一切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 后面有神 但是我们所做的就不一样 正言到最后告诉我们 人生的智慧 其实就是我们要知道有神 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二十八节就是刚刚前面讲了 恶人兴起人就躲藏 恶人拜 王 义人就增多 所以其实就是 有神的 所以恶人是不会有横通的道路的 若然不报 只是失诚未到 神一定会报 所以三有三报 恶有恶报 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知道有神的时候 其实我们整个的人生就不一样 这就是真言 今天二十八章告诉我们 我们要这样来认识神 我们要走智慧的路 不要走恶人的路 因为两个路 最后的根本的结局是很不一样 因为有神 Amen 祝我们真的需要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祝他感谢你每一天都将这新鲜的话语 新鲜的教导 在成岛里面来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开生 开生 我们每一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这么美好的时间 让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每一天 以致我们的人生 不偏离 好吧 我们为着神这么好的供应 有成岛在我们的当中 有话语在我们的当中 提醒我们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祝我们人生的路途里面 每一天每一天 祝我们都能够有你的话语来带领 以致我们的人生不会偏航 以致我们的人生不会成为恶人 祝我们向你献上极大的感恩 让我们活到这么大 我们一直以来都被你的话语来带领 这是何等的祝福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祝我们向你来献上极大的感恩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在真眼里面 清楚地告诉我们 恶人和义人 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 义人却胆壮像狮子一样 原来在世界里面 恶人其实就是要注定失败的 唯有一人 是可以在神的面前 在世界的面前坚定的站立 义人的高身是大有荣耀的 但是恶人的心起来 身边的人就躲藏 恶人的心起 人就躲藏 恶人败亡 义人就争夺 真言告诉我们 我们要选择义人的道路 不要成为那个恶人 并且在真言里面 28章不停不停地 跟我们的生命来对齐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都用这些经文来对齐自己 不知道 刚刚大家听牧师讲的时候 我们是在吃花生说 不是啊 我没有啊 不是啊 我是义人啊 还是我们真的拿这个 好像一面镜子一样 对照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观 我不知道 刚刚大家听的时候 牧师和我们讲 其实是一个价值观的选择 让很多的价值观 是被世界扭曲的 比如呢 牧师讲这个对应 第二节到七节里面说 什么才是国家心胜的需要呢 究竟是一个义人的王呢 还是恶人呢 究竟我们教导孩子的 是教他成为儿子要受教训 还是用世界的贪财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流去 国家的心胜 我们觉得是一个政策 我们忘记了这位君王来祷告 我们教孩子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成绩 忘记了要去受训教诲 我们的教会好像很多都是世界的道 一三到八节的时候 怎样看财富 财富的运用是不是赚啊赚啊赚啊 但是这里讲真正正正在神的眼中 一人的财富是慷慨的施舍 去爱这些贫穷人 五至九节里面讲 究竟我们是怎样听教会的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寻求神呢 听了我们是真的行出来吗 还是说我们不听的原来不听 这些的教会其实就是恶人 六十一节我们看我们怎样看我们的品格呢 十三十四节 究竟罪我们是要掩盖还是遮掩呢 十三节 十五十六节我们是情绪暴露呢 还是我们行为端正呢 十九二十节我们是不是脚踏实地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想 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是最开心的 就是我们可以付出一点点收入多多 但是神这里清楚的告诉我们 收入和付出是成正比的 对财富的看法 我们是怎样的呢 很多很多 我自己都不停地 来提醒自己 好不好 这一刻 我们两个两个 我们来分享 一个你今天听完之后 你觉得我要调整 我要对齐的 然后我们彼此来祷告 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如果有家人 你的配偶在你的身边 又或者有你的同伴在你身边 我们都可以两个两个 如果没有的 很简单 我们在手机上面 选一至两节 甚至三节的经文 调整你的价值观 是让你提醒你自己 是啊 我不小心我的价值观 就变成恶人的价值观了 我今天要成为 艺人的价值观 我们好不好 我们来分享 并且彼此来祷告 我们两个两个的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当我们去细心的 用你的教诲 来对齐我们生命的时候 我们发现 祝我们真的有很多的价值观 要慢慢地被调节 祝感谢你 今天在这个成岛的里面 这个清晨的当中 祝你提醒我们 是的 不要走恶人的道路 怎样可以不走恶人的道路呢 就是用你的话语 来对齐自己的生命 祝感谢你给我们 一个这么好的时间 让我们好好地来对齐 祝我们感谢赞美你 弟兄姐妹好不好 这一刻我们都为着 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一直看的时候 一直看的时候 就想到我们刚刚过去 星期五的家长祭坛 在家长祭坛里面 我们有提到的 其实我们又没将神的话语 带入我们的家中呢 还是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 星期六日回来教会 我们就完事了 今天在我自己在看真言的时候 听牧师讲的时候 我自己都很大的提醒 我就在想 如果每一天用一句的真言 来跟我们的孩子来聊天 讨论的时候 那他的人生和价值观 就会慢慢地坚定下来 不需要变成恶人 再变成义人 而是有始至终 都是义人的价值观 在他里面建立 是何等的美好了 好不好 我们一起为我们 为我们做父母的来祷告 或者是在长辈的当中 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 下一代来祷告 让我们的父母 懂得用神的话语 来带我们的孩子 每一天每一天来对齐 我相信 义人要成为大的 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神的国就要在我们当中显明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开生 开生来为家长们 懂得将这一份带入下一代的当中 也求神 用这些未来 兼顾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 好不好 我们来开生来祷告 主要你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主要求你兼顾我们每一位家长 我们做家长的 不是在世界寻求别的方法 而是将你的训会 你的教导 将真言的话语 带到我的孩子的当中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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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实际的用你的话语来对齐 让我们自己对齐 也让我们的孩子来对齐 主要求你给这个恩典 给我们每一个做家长的 懂得来应用你的话语 成为孩子的育儿的一个方向 并且带领他成为艺人 主要我们相信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的价值观 是牢固的被建立 主要求你保守 我们新锐的下一代 香港的所有的下一代 主要都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 建立并且成长 他们都要成为艺人 他们都要成为艺人 在这个世界的里面 他们都要成为胆壮的狮子 他们都要被高深大德神的荣耀在当中 主要让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下一代 是紧紧的在你里面成长 主要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一言二十八章十三十四节 十三节 遮掩自己醉过的 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醉过的 必蒙连穴 长存敬畏的 变为有福 心存刚硬的 必现在或换你 原来我们人生最大的态度 其实是怎样去面对神 遮掩自己醉过的 必得很痛 承认离弃醉过的 必蒙连穴 所以我们要懂得在神的面前 反省自己 懂得在神的面前 承认我们的过犯 长存敬畏的 变为有福 心存刚硬的 必现在醉里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 所拥有的是一个柔软的心 能够听教的心 能够真的向神敬畏的心 当我们的心 是这样柔软的时候 必蒙连穴 必然得福 我们一起 为我们的心来祷告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除去我们里面 一切的硬心 除去我们一切的实心 将一个肉心 一个柔软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 谨守遵循你的法度 主要让我们对罪 是敏锐罪的 敏于认罪 敏于悔改 主要让我们 不要做一个刚硬的人 不做一个不知认罪 并且遮盖自己罪的 主要求你将一个这样的 柔软的心 受教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成岛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camp